7月3日,大型跨国界歌唱比赛《声动亚洲》在上海召开了新发布会,面向全亚洲正式启动了该节目。 当天发布会的现场,《声动亚洲》首度向外界公布了评委阵容。 内地歌坛一哥孙楠以及知名的音乐人高晓松,台湾地区音乐人黄书俊,香港歌坛校长谭永林四位评委首次起起亮相。 这也是孙楠和谭永林首次担任歌唱比赛的评委。 对音乐一向十分严苛的谭校长把这次作评委当成了一次挑战,更是一次机会。 我可以告诉你,我跟孙楠一样,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的评委。 是,那我想请问你。 高晓松和黄书俊 可谓是评委席上的常客,常常出没于各大比赛当中,而这次两人将在自己的音乐专业上再度合作,同时也将改变自己以往的评委风格。 我觉得以前可能见到很多男音乐专业爱好,那我们就把音乐当作爱好去看。 那今天来的所有选手都是把音乐当饭吃。 吃饭这事儿就得,不能有低高油,不能有什么喝点虫,不要,因为你的爱好好味,但是你要肯定刚快吃,但是要认识的,要不然的话,对不起人家的看法,对不起我们自己的看法。 这个夏天最忙碌的评委非高晓松莫属了,他将同时身兼四档电视节目的评委,成为向波波的高晓松,身价更是直线飙升,高晓松更是笑颜自己要给女儿攒嫁妆了。 我先帮她回答一下,小松她的奶粉钱应该已经都她们三代吃奶粉都没有问题了。 不是,嫁妆,嫁妆,这女儿长大了,这个嫁妆比奶粉钱还要重要,所以还是她的嫁妆,这个,我想说今年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不够爱,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也做了一个她手在网上,那我先派第一的手术人。